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崔浩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青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七七鹦鹉舟 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 使人愁 崔浩大约生于七零四年 足于七五四年 唐代诗人 汴州也就是今天河南开封人 崔浩的黄鹤楼 是一首典型的七岩律诗 守汉警尾四年 乘起乘转合之事 深得阁律诗的要领 被后世誉为 唐人七岩律第一 诗的前四句 借黄鹤楼发丝骨之幽情 守连巧用典故 由仙人成鹤归去 引出黄鹤楼 起笔就让黄鹤楼 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汉连锦承守连 写仙人一去不再回返 千百年来 只有白云陪伴着黄鹤楼 寄予了岁月一世的感慨 后四句极景抒情 抒发怀乡之思 景连转入景物描写 晴川丽丽汉阳树 芳草七七鹦鹉舟 写汉阳一带的树木 历历在目 鹦鹉舟上的芳草 一片繁茂 呈现在眼前的 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伟廉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写日暮时分 诗人远望家乡的方向 然而茫茫千里 哪里看得到呢 一个愁字收篇 抒发了诗人 登陵黄鹤楼的心情 令人回味无穷 黄鹤楼 崔号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青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七七鹦鹉舟 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告